话说,袁立和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的事,已经快一周了,这一周,袁立最开始发飙是因为,为什么把我剪成精神病?然而,浙江卫视一直不肯正面回应,先是声明80万劳务费已支付,接着又开除了小导演林时工,导致袁立喊话现场录制的宋丹丹,张子怡,刘烨,甚至直接喊话张国立纪大人出来说句话,张国立毕竟不是纪晓兰, 但宋丹丹和张子怡在出席活动时,被迫回应了此事,张子怡,这不是作秀的舞台,作为专业演员,我很严肃认真,然而,被爬出欧阳娜娜参赛那期,欧阳娜娜演完就走人了,张子怡其实是对着空气认真点评的,大远景,注意看台上,没有欧阳娜娜,一转眼,欧阳娜娜又神奇地出现在台上了,网友喊话张子怡,这就是你说的认真, 张子怡回应原理的话,被网友打脸了,宋丹丹怎么回应的呢?宋丹丹回应称,从来没有人让我投票给谁,我都是说真话,没黑幕,然而,在原理晒出的聊天记录里,邀请她参加节目的小导演直接告诉原理,宋丹丹丹与导演有过沟通,投票选的就是原理,但是,最后口头投票给了张鹏, 其实,演员的诞生神剪辑喷的不只是演员,连导师刘业都被喷哭过,刘业曾经被网友嘲讽评价泰水,求退出节目,而去过现场的都为刘业生气,表示刘业提出的很多建设性意见,直接都被剪没了,刘业随后也直接大骂2B节目,随后秒删,之所以还继续配合做节目, 肯定是薪水高到可以忍受被网友喷,而宋丹丹,张子怡配合节目立正,绝对没有黑幕,我们都是很真实的,反而显得特别假,而且,随着黑幕的曝光,更多网友力挺几乎吸引做慈善的原理,对于别人质疑原理慈善作秀的说法,原理曾经回应,个别人觉得我作秀,有本事让他们也下乡,谁会喜欢活在套话空话里的明星呢?